第一个问题啊,关于气功的 您练过气功,有练过法轮功吗?谢谢 我练过气功,我练的气功不是法轮功 法轮功呢,算是一种气功,但是法轮功呢 其实不单单只是一种气功,法轮功其实是一种信仰 气功只是修炼身体,但是法轮功呢 其实很复杂,法轮功不光只是告诉你怎么修炼身体 它有它一个很清晰的政治的目标方向 而且它是所谓的什么传末法呀,要给人带来给你救恩呢 所以它其实是一种信仰,法轮功实质上是一种信仰 我读过《转法轮》那本书,曾经最流行的时候 我读到过那本书,我也带过法轮功的人信耶稣 那法轮功有一个最大的危险性是什么? 它比一般的气功更危险 本身练气功呢,我那天步道会的时候就讲过 因为气功其实气就是灵 那么其实很容易走火入魔,被魔鬼攻击 所以它有这种危险性 但是法轮功的危险性更高 因为法轮功所修炼的就是在腹中的一个法轮 所以他们就是要默想,或者用他的那个冥想 就是说你肚子里面有一个法轮 它是要安一个法轮在你的里面,这个要在你里面转的 带着能力医治你的病怎么样怎么样 但是当你把一个东西放在你里面的时候 但是当你把一个东西放在你里面的时候 对他来讲,他认为那个是法轮 法轮其实就是邪灵 所以法轮功本身就是请邪灵进到他的里面去 所以练法轮功的人呢 其实都需要,带他们信主的话都需要赶鬼 给他们把那些邪灵赶出去的 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 另外一个呢就是讲到天堂 有人问说天堂在哪个天 三重天是什么 等等等等,他对比这个西方极乐世界佛教里面的 这个六道里的天道,跳出三界的美等等 首先呢,大家要知道这个保卧他讲了 他说有一个人去过三重天 那个人应该就是他自己了 他去过三重天 但是你要知道三重天这个描述的方法 这个是希伯来人特有的一种讲法 三是一个完全数,七也是完全数 都是比较好的数字 他其实就是指的天堂 他实质就是指的天堂 那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三重天的 第一重是大气层的天 第二重是外太空 第三重是上帝天使和众圣徒所在的那个地方 他本身还有一个意思 他是强调他的超越系 就是说他是超越地上的一切 所有物质世界以上的 超越人间国度的那一个至高的神的国度 所以被称作三重天 所以我们不要去纠结说 一重是什么 二重是什么 三重有没有四重 五重六重七重 不是那个意思 那就是希伯来人讲的那个 三是一个代表神圣的数字 好像那个以赛亚书讲到圣灾的时候 三叠宋 对不对 圣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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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个圣灾 那就是至圣的意思 所以三重天就是至高的那个天堂神所在的地方 但是这个呢 跟佛教讲的天道西方极乐世界是绝对不同的 佛教本身的这个所谓的轮回系统啊 叫做六道轮回 昨天我就讲过 他佛教其中一个最大的这个漏洞 就是他解释不了轮回系统的来历 他说这个东西本来就有的 但是这个世界上其实没有什么东西是应该本来就有的 所以他解释不了这个轮回系统是怎么来的 那么这个所谓的六道 这个轮回的系统叫做六道轮回 三善道三恶道 三恶道呢叫做地狱道 恶鬼道和畜生道 三善道呢是人道 阿修罗道 阿修罗是魔神 还有天道 那么天道只是六道轮回里面最高的这一道 他其实没有脱离轮回 也就是说 所谓的佛教徒或者修佛的人说 我要追求去西方极乐世界 我要去到佛教的天堂 其实那就是天道 但是你要知道 佛教徒说去他们的天堂 西方极乐世界 跟基督徒说去我们的天堂 不具备同等的含义 基督徒的天堂 那是代表着我们确定得救了 我们是永远在神的荣耀里面 当然天堂 你还要跟新天新地分开 天堂 其实我们一般讲到的天堂 或者乐园 或者我们死后去的地方 它其实是一个暂时居住的地方 将来耶稣基督回来以后 他有一个新的创造 叫做新天新地 其实新天新地 才是我们永远要在那个地方 与神同在的 所以知道将来的是新天新地 但是我们其实大家没有去细救 我们就说是去天堂 基督徒将来的救恩是天堂 但这个救恩是确定的救恩 就是说我们只要去天堂 就代表我们永远得救了 永远与神的同在 佛教的六道轮回当中 最高的这一道 天道没有确定的救恩 对佛教徒来说 他们无所谓救恩不救恩 在天道里面的 在西方极乐世界的 他还是在轮回当中的 他将来仍然有机会 在堕入道 人道 阿修罗道 畜生道 恶鬼道 地狱道的当中 所以不代表他得救了 所以佛教其实追求的终点 不应该是天道 或者是西方极乐世界 是叫做寂灭 寂是寂静的寂 灭是灭亡的灭 寂灭是一种 无法用语言描述的状态 不生不死 没有知觉的一种 全然超脱的状态 为什么佛教徒很少提到 寂灭这两个字 因为作为一个人来讲 当年 那一种状态 还有和享受而言 所以我们都宁肯说 我有意识地活在 所谓的天堂里面 我享受那些美好 那就变成了 佛教徒都说 我要去西方极乐世界 我要去佛教的天堂 其实那个根本就是因为 他没有真正地了解 佛教的佛理 所以佛教没有确定的救恩 轮回系统 注定了他没有确定的救恩 即便他修到了纪念的状态 其实连他们自己也说不清 那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 所以昨天我就会讲到 在这几个我们常见的宗教里面对比 如果从确定救恩的这个角度来对比 只有基督信仰有确定的救恩 就是你只要真的信了耶稣基督 按照约翰遗书所说的 你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 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 你只要真的跟耶稣基督建立了关系 信靠了他 你住在基督里面 你确定得救 你一定得救 但是其他的宗教通通没有 佛教 道教 伊斯兰教等等 这些都没有的 都没有这种确定的救恩 他们也有人就问到说 我讲到那个见证 那个牧师昏迷了十天 在天堂 有没有想媳妇 想儿子 找个机会你自己去问 他跟我的描述就是 他在十天在天堂里的感觉 没有任何不好的感觉 就是所有的意念全是正面的 都是幸福 喜乐 平安 美好 没有任何负面的东西 所以没有任何负面的东西 那我相信他没有提到 他有没有在天堂想到老了孩子 但我想即便他想到 也不是那种负面的 哎呀 想老婆 好像我现在 哎呀 明天回去可以见老婆 好开心 好想老婆了 好几天没见到老婆了 但不是那种 他就是 我对他想到的也都是很正面的 因为都在上帝的手中 上帝照管他们 比我照管更好 都是那种信心喜乐 平安交托的 那种正向的满足的感受 然后有好几位弟兄姊妹呢 就问到了差不多类似的问题 关于呼召 如何判断来自神的呼召 还是自己的热心 等等等等 我大概看一看呼召的问题 就是关于我自己的呼召 今天中午跟林牧师吃饭 我们还在谈到这个 服侍神的人 神学生 这个呼召的问题 其实我们当时的时候 按照国内家庭教会 或者传统的教会 我们对呼召这件事情 是非常看重的 所以那个时候 家里的父母 或者教会的长辈 都警戒我们这些年轻人 我们要出来 服侍神的时候 这个好像如果我们记错 应该是马丁路德说的 你如果没有神的呼召 你躲避传道 要像躲避地狱的火一样 我不知道是不是 有这句话 我们老一代的那些老人家 长辈都常常经教导我们的 就要非常谨慎这件事情 就是说这个呼召 你服侍神不是自取的 不是我的热心 当然你说我的热心 我在教会里参与什么服侍 这是美好的 但是你要做一个全职的传道人 你要非常谨慎 你要全职的奉献给神 一定要有清楚的神的呼召 那这个东西呢 什么时候 这个东西最宝贵 我告诉你 就是在你走不下去的时候 我们知道做传道人 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所以你知道 我最佩服什么样的传道人 我不是最佩服 那些特别有恩赐的传道人 我最佩服老牧师 就是那么难 他还能做到老 还能做到七十岁 八十岁 我觉得这就非常了不起了 因为这一辈子服侍神太难了 太多的挑战和压力 多少魔鬼的攻击 多少人的诋毁 不理解 纷争 多少的生活的这种压力 多少的这种面对施工的时候的那些的繁忙 那些的重担 其实非常不容易 而且我告诉你很多很多的牧师 在他服侍过程当中 都有过退堂鼓的那个时候 很多都有 我不知道林牧师有没有 我都有过 真的难到一种程度 就是真的不想干 就是那个委屈啊 就是我这么多的爱心 我这么摆上 你们还这样对我 好多这种痛苦 我跟你讲实话 牧师不一定都告诉你 我们就是打磨牙齿了 然后肚子里吞 最痛苦的就是在幕会的过程中 或者服侍过程中 这种人际的关系 不被理解 被攻击 被隐毁 就是那种是很深的痛苦和伤害 所以当你处到这些痛苦伤害当中的时候 我们常常的那个血气里面出来的反应 就是我不干了 我撂挑的 我放弃了 我去干点 啥不比做牧师这么多呀 我去做生意不行吗 我去做一个什么东西 不比做牧师舒服 对不对 我早晨上班 晚上下班 晚上回了家 我不用工作的嘛 做牧师是24小时 你知道吗 我跟师母 我不知道 我估计做牧师都有这种经历 经历 经历半夜 打电话 两口子打架 要离婚的这种 半夜去救火的 有没有过这种 半夜的时候 孩子跳到房顶上 要跳下来 打电话给牧师 警察都把接围了 然后要把他爸爸抓走 然后打电话 我去救场 最后是人家看牧师来了 就不抓他爸爸了 把孩子接下来 我担保 然后牧师说 我就不把他父亲抓走 但是你牧师要保证 你给他父亲另外找一个地方 不能再让他们产生冲突 你要去处理这个事情 我会问你处理的怎么样 好多这种事 半夜弟兄姊妹生病了 住医院 你要进医院探访 陪伴 你要包括 我这么多年服侍 我常常跟有些 癌症的 要离世的弟兄姊妹说 我说他任何时间 如果来得及 要离世的 你觉得时候到了 我说你随时打电话 我不关机 任何时间 你都给我打电话 我第一时间到医院里 我送他最后一程 我给他祷告 唱诗 读圣经 所以有些弟兄姊妹 是我拉着手 把他送走的 任何时间我都去 我问你 你做哪一个工作 需要这样子去做事 谁 你做什么工作 半夜三点 两点 十二点 接了电话 就冲出去的 只有牧师是这个样子的 所以是非常难的 你做任何一个 都比这个强 所以当你受委屈的时候 你就会想到 我以前做生意的时候 多好 我以前在公司里做事 多好 我为啥做这么一份 辛苦的工作 但我告诉你 为什么我们没放弃 你知道吗 为什么能做到今天 为什么可以从年轻 一直做到年老发白 还在岗位上持守 呼召 最后能够拖住你的 都是那一份呼召 如果你真的确定 这是神呼召你 然后 你要对得住神 神呼召了你 这一份神圣的照命 你不能放弃 所以最后 其实最难最难 最想放弃 最想放弃的时候 那个唯一让我们抓住 不至于沉 沉下去的 就是那份神圣的呼召 我们想到呼召的时候 才咬着牙 坚持下来 走到一步一步 走到今天 所以你看 如果没有呼召 如果今天这个世代 其实有一些传道人 是没有呼召的 有些神学生 是没有呼召的 我中午还跟明牧师分享 我说现在我发现 有一种新的情况 就是有一些国内的弟兄姊妹 他们想到海外 到美国 或者到加拿大 所以有人选择留学 对不对 但是你知道留学 我可以去读世界的学校 我也可以读神学院 所以其实有些人 是没有照命的 他是为了要留在海外 留在北美 然后去神学院读书 然后呢 既然神学院毕业了 自然就在教会里 找一份工作 那我不是说 我就批评责备 这样的弟兄姊妹 可慕生功是好的 但是你知道 这个最大的危机是什么 最大的危机就是 他如果没有一个 清楚的照命 没有一个清楚的呼召 将来遇到难处 他走不下去 似乎走 没有走不下去 我说实话 都走得下去 只是我们觉得 似乎走不下去的时候 没有呼召这种东西 拖住他的时候 他太容易放弃了 他坚持不下去 好的时候没问题 我告诉你 那个蜜月期 传道人头几年在教会 都说蜜月期 每个人都说 欢迎牧师来 谢谢你来 来我们教会牧养 谢谢你的爱心 大家都欢迎 各个轮流请牧师吃饭 请师父吃饭 给师父送个口红 送个化妆品 大家少得不得了 那就蜜月期 蜜月期 有呼召没呼召 你都觉得 哎呀 感觉好急了 蜜月期一过 出了问题以后 最后能够还让你坚持走下去的 就是这份神圣的照明 所以我当时呢 我的父母跟我 虽然我的父母是 我妈妈 其实我父母在 为我祷告的时候 他们都有一种感动 他们都觉得 这个儿子应该是被神拣选的 神要用我做传导人 其实我妈妈就不舍得了 觉得很矛盾这个东西 你知道吧 就是我妈妈一方面就不舍得 就是说她觉得这个儿子 又很会做生意 好像这些孩子当中 最会讲的 胆子最大的 最聪明的就是这个孩子 她就觉得这个孩子 如果做生意 将来肯定能够过很好的生活 那一想到做传导人 又可想而是意味着什么 妈妈就很明确地 对我讲 这个儿子我不舍得 她说 但是如果神真的 呼召你儿子你就顺服 可是另外一方面 他又很严厉地说 但是你要确定 是不是神真的呼召你 如果神没有呼召你 你就不要凭血气去做 就是那句话 如果没有神明确地 呼召躲避 传道要想躲避地狱的火一样 所以我当时就是在 这种挣扎里面 一方面我逃避 我不想 另外一方面 当慢慢圣灵 一次一次地感动我 让我过了心里的 那些坎儿以后 那么我就要确定 神是不是真的呼召我了 所以我今天上午就讲到 我在那个宣教的年会当中 我回应神感动流泪 站起来把自己奉献 我仍然在对自己 我问我自己说 我这种感动 是真的神的呼召呢 还是我自己的热心呢 或者我一时的那个情 情绪呢 所以我当时用的这个方法 就是禁食祷告 我要非常确定地知道 神是真呼召我的 那么我就大概禁食祷告了 两天半将近三天的时间 我把自己就关在一个basement 刚刚去加拿大 就租住在一个地下室里面 我就把自己门也关上 手机也关上 我就禁食只喝清水 那么大概两天半三天的时间 我就在那里每一天就是听圣诗 读经祷告清静神默想 去问神你的心里到底是什么 然后每天按照我的那个灵修的次序 每天读神的话 刚好就灵修到了罗马书的第十章 就是我之前跟大家分享的 罗马书第十章 然后其实那个经文 报复音传喜信的人 他们的教宗和等加美 这个我很熟悉这节经文 诗歌里面也唱过 平常也常常听 没有什么特别的感动 但是那一天 当我刚好灵修 就灵修到了这个地方 当我一读这个圣经的时候 忽然之间有个感动 一下子就进来了 我立刻就无法自意地跪下来 流泪 哭泣 在上帝的面前祷告 然后那个感动很清楚地就来了 就是这句话 我要让你做一个报复音传喜信的人 我拆你去传福音 然后我就确定 我说哦 我知道了 就是这句话 而且当时我的父母教导我说 你要抓紧这个神的护照 你必须确定地拿到一句话 到底哪一句话 是神对你说的 是给你的 你一辈子都抓着这句话 你一辈子这就是你的使命 所以我一辈子就是 报复音传喜信的人 他们的教宗和等加美 感谢主这几天就帮我带到长岛来了 这个教宗我觉得也蛮加美的 所以这个就是 我自己的寻求这个照命的 护照的这个过程 那也有很多的 当我不是说 一定每一个人确定护照的时候 都要去进室祷告 如果可以是最好的 但是我们其实常常对 弟兄姊妹就讲了 就是说神的护照是不会后悔的 神对你的照命 不是建立在你寻求的基础上 而是建立在神旨意的基础上 你的寻求 是寻求神已经确定的旨意 他不是说你不寻求 神就没有这个旨意 你寻求就有这个旨意 你寻求不寻求 神的旨意都很清楚 所以如果神在你生命中 有清楚的旨意 清楚的护照 神一定有他的方法 让你去明白 而且这个护照是不会衰减的 你可以逃避神的护照 但是神不会放过你的 我自己就是一路的逃 一路的逃 但是神也没放过我 从中国跑到加拿大 一万多公里都不行 神一直就不放过我 一直感动我 那我最后就顺服 包括 当然我算是比较快的 你知道我们山东人 都是急脾气 不想那么多 确定了以后 立刻就冲上去 就行了 当然也有一些弟兄姊妹 就很谨慎 所以我听到好多的 就是神护照了好多年 十年 二十年年轻的时候护照 他到了退休的时候 再去读神学 会应 也有 但是不是有首诗歌吗 叫做 把你最好的年华献给主 是吧 好像有这么首诗歌吧 所以这都是不同的 寻求的这个过程 但是呢 如果是神的护照 上帝一定不断地感动 不断地感动 他会借着人 借着牧师的讲道 你的祷告 你的灵修 你听诗歌 上帝会不断地感动 你的心 感动到一个什么程度 这个是当年 这个我的导师 这个冯金牧师 告诉我的 就是 他说 你 如果有一天 就像那个 这个 叶利米苏 所讲的 他说 如果 我 我 我不奉 耶和华的 名 讲论 我就觉得 似乎有 烧着的火 闭塞在我谷中 我就 寒忍不住 不能自禁 那个意思就是说 如果有一天 你说 我 我 我那个 心中的那个火 那个感动到了 一个程度了 说你如果 我不去传道 我不法忍受 我就觉得里面 是有火在烧的 我无法抗拒 心里面的 那个 要传道 要服侍神 要传福音的那个火 那么这个 就可以了 那就是说 你哪里就到时候 那 另外的一方面 就是你去看 你对职业的 这个 就是这种火 可以从另外一个方面 你能够看到的 比如说 比如说 对我自己来讲 我自己是 我其实在中国的专业 是酒店管理 我做过生意 做过酒店经理 我做过节目主持人 其实我做过蛮多事的 我都很喜欢 所以我 我去加拿大的时候 我给自己设计呢 就是说 我去加拿大 我可以做很多工作 比如说 我 我 我可以做生意 加拿大冷吗 可以考虑 把中国的羊毛衫 棉衣 迈到加拿大去 做贸易 做生意可以 比如说 我可以做节目主持人 我可以做演员 比如说 我可以做酒店管理 我是专业的酒店管理 我做经理的 我都可以 可以做很多的事情 我都很喜欢做 但是我没有一个是 做传道人 没有想到做传道人 这是我最不想做的事情 但是你知道到了最后 神的呼召领导我的时候 其实所有我最喜欢做的事 我一样都不想做 你让我做什么 我都觉得没有兴趣 我那个时候 到了一个程度 如果这辈子不让我传道 不让我做一个传道人 你让我做什么 我以前那么喜欢做的事 我那么有恩赐 有能力做的事 做了那么成功的事情 你现在让我做 我都不要做 我不想做 我就想做传道人 我就想去侍奉神 诶 事物就到了 这个也是另外一个 可以衡量的方法 然后这里还有讲到 就是说 这个纠结 如果确认是神的呼召 圣灵的感动 纠结 放不下家庭的重担 生活和孩子的未来 怎么做 其实我同样有这个纠结 我说实话 为什么呢 因为我当时 去到加拿大的时候 我总共就带了 一万美金 我那个时候 一万美金 我就带着一万美金 去到加拿大 去的头一段时间 也没有怎么正经的工作过 因为一去了神就呼召了 就开始寻求服饰等等 包括我开始在远东广播 做婚姻员的时候 还是义工 没有薪水 后来partime 慢慢慢慢这样做 其实那个没什么钱 但是我跟你讲 读神学很贵的 你知道吗 神学的学费是好 好贵的 一年差不多要一万块 我当时总共我的账户 才带了一万美金 去加拿大 然后那一段时间的 花费 租金 吃饭 我就看着那个钱 那个银行数字 再往下降 你知道那个时候 我真的很教育 那就是考验信心的时候 所以我在寻求 是不是神呼召我的时候 我就跪在神的面前 我就跟神祷告 我说神 你看我就住这点钱 明显是不够的 学费也不够 生活费也不够 什么也不够 我说那我去我怎么办 结果上帝就对我讲 他说你看天上的飞鸟 也不种也不瘦 野地的百合花 也不劳苦也不放现 可是所罗门王 即荣华的时候 他所穿戴的 还不如这花一朵 你要先求我的义和我的国 你所需用的 我都会嫁给你 你知道这个花一出来的时候 当我在灵修的时候 当我在 因为我的祷告 我的灵修是读经 然后呢 按照那个圣经 在回应神 在祷告 所以每一天都要抓住神的话 那么这一段的话 就一下子砸在我的心里面 我祷告的时候 神就很清楚地 借着这段圣经 兼顾我的心 神就说 你求我的国 我的义 我一定供应你 你去看那个飞鸟 你去看百合花 不都是我在养活吗 你侍奉我的人 我怎么会让你缺乏 我一定供应你 所以 凭着信息 就走上前去 那我是 先领受了神的呼召 然后跟师母恋爱 然后就结婚 师母刚读完神学之后 读完最后一门课的 一个礼拜之后 我们就结婚 结婚之后 刚一结婚 就怀孕 然后 我们是2006年 一月份结婚 然后 当年的九月份 我就进了神学院 十二月份 我大儿子就出生了 所以我那一年 三喜临门 结婚生孩子 进神学院 发生在同一年 说起来是三喜临门 这三件事 全是压力 特别你听过 我头一晚上的步道会 你就知道 我跟师母 头七年的婚姻 是很多冲突 很痛苦 全是压力 读神学有很压力 而且我实话告诉你 钱 是我另外的一个压力 确实穷 我告诉你真穷 我告诉你真穷 有多穷 很多牧师都 不会告诉你 他收入多少 我诚实地告诉你 我当时收入是多少 我们神学生实习的薪水 我如果没记错 大概是一万八千加币 一年是一万八加币 后来就慢慢正式工作的时候 大概三万多块钱薪水 所以那个时候 其实我们家就只有三万多块钱的薪水 一年 是十五一个人 十五是全时间在教会 我是神学院暑假的时候 在教会里面就实习 来开始建立一个新的国语堂 我回到神学院以后 然后师母产假还没有休完 但是她就接续我来全时间 在教会里 牧羊 带领 所以当时就只有她一份薪水 她一年的薪水是三万多一点 三万多一点 然后呢 我是全时间在读神学 我的神学院一年的学费 各方面的费用 我当时不到一万 后来差不多都是要一万块 各种费用 差不多一年一万块左右 然后孩子出生 各种费用 岳父岳母从中国 来到加拿大帮我们带孩子 所以我们最艰难的时候 三万块的薪水 养五口人 我还在全时间的读书 穷到什么程度 穷到 我的孩子很漂亮 所以我事务内的时间 她很难过 但是这是所有的传道人都必须过的这一关 我的儿子这么好看的 像洋娃娃一样的孩子 穿的都是旧衣服 买不起新衣服 都是弟兄姊妹送的旧衣服 把她从医院接出来的那个Casin 是一个好破 好旧 脏兮兮的一个 把她人家给的这样子的 什么都是送的 你看家里的家具 都是人家送的 外面剪的 破破烂烂的 各种各样的 什么都有 我第一辆车 是一辆大概30万公里的 一个日本车 很旧很旧 也是弟兄姊妹送的 所以这个两说 第一 你走上传道人的道路 你就对自己说 我不可能再去追求 那个好的生活了 你就不要去失望 过那种富足的奢华的生活 传道人 本身就不是为了赚钱的 本身就不是为了 积累地上财富的 你是要积累天上的财富 所以这是这一面 但另外的那一面 你不要觉得穷 但是上帝从来没有 让你饿个肚子 上帝从来没有 让你光着身子 没衣服穿 而且上帝的祝福 他的供应真的是疯疯足足 所以我们真的经历过几次 穷到就是出过两次车祸 被撞车了 修车要花很多钱去修车 夸张到我们觉得很丢人 都没有跟别人讲 没有人知道 只跟一个弟兄讲过 而且后来我确定地去问过他 我说那笔钱是不是你给的 他说不是我 真的不是我 不知道是谁 就是把我们刚好需要的钱 放在信封里 插在我们门口的把舍上 就让我们去修车 两次遇到这种事情 直到今天我都不知道 那个钱是从哪里来的 很艰难的时候 然后那个门口就突然出现一堆饭 就有吃的在门口 就有吃的 就真的像飞鸟一样 就像那个以利亚 在基利西边就有乌鸦 给你叼食吃 所以你就觉得 上帝真的供应你 你知道最大的满足 不是说我很富足 你不要想到最过很富足的生活 你最大的满足是神苦念我 神知道我的需要 他就在这里 他从来没有离弃过我 你知道人在很富足的时候啊 你什么都不需要的时候啊 你很难真正去感恩 因为你潜意识总觉得是你厉害 是你了不起 这个钱是你赚的 是你很棒 但是人在很艰难 很缺乏的时候 你才知道这是神的一点 这是神给你的 这是神供应你的 这是神养活你的 包括我跟师母这么多年 有的时候我们也真的觉得毫不公平 因为我们听很多弟兄姊妹讲 见证神怎么祝福他们 他们买房子是在低点 卖房子是在高点 怎么都赚钱 哎呀我说神真祝福他们 我们买房子买在最贵最高峰的时候 我们刚住进去 加拿大出了一个政策房市 跌几十万下去 我说上帝啊 我们是穷传道的 你为啥不让我们稍微晚几天 就省几十万 我们背了一大笔的那个mortgage 那个那个那个 我后来觉得上帝就好不公平 那些有钱的弟兄姊妹 他们更有钱 我们两个穷传道更穷 结果你知道上帝跟我怎么讲 上帝说你们两个人 不是用钱去养活的 你们两个人是我亲自养活的 你不要管你花了多少 你亏了多少 我从不会让你们缺乏过 我不会让你们缺乏 你要看着我 你不要看着钱 一下子心里就放下了 所以钱这个东西啊 是很考虑你信心的 但他又是一个最好的 让你去经历神 坚固你信心的一个途径 我们的这两个孩子 我两个儿子 上帝给我两个儿子 我稍微允许我夸一下口 其实是否常常的责备我 让我不要这么骄傲 说是夸自己的儿子 我是觉得我的儿子真的好 你知道弟兄姊妹你有钱 你可以给你的孩子各种的享受 但是你的孩子有可能会有很多问题 让你很痛苦 我们这两个儿子呢 我也不说他们没有问题 他们一定有他们的问题 我们有时候觉得挺亏欠两个孩子的 老二的出生的时候好一点 经济好一点 老大的那个时候是真的穷 我们真的是觉得很对不起这个孩子 他穿的都是破坏烂漫的 那么好看的一个孩子 也没用过什么好东西 没给他买过什么好东西 他要的东西常常都是爸爸说买不起的 所以老大是这样子的 而且我们两个人也非常忙碌 两个人都是全职的传导人 我们也没有时间 好像很多弟兄姊妹开着车 送孩子去这个班那个班 学这个琴 学那个什么什么什么 你知道这个东西不光是时间 金钱很多的投入 好贵的你知道学这些东西 我们是既没有钱又没有时间 而且我们也没有办法去辅导两个孩子 我知道你们很多弟兄姊妹 你们的专业是物理 是化学 是什么数学 我们的专业是神学 这个这个是真的辅导不了他们 我们就只能为他们祷告 带着他们查经 带着他们每天去亲近神 后来我真看见上帝 在这两个孩子生命中的恩典 上帝给他们的真的比父母能给他们的更多 我的这两个儿子呢 从人的角度看 又高又帅 又聪明 性情又好 又有恩赐 两个孩子全部都考上天才班 美国有没有Gifted Program 也有 我两个儿子都是在加拿大读的是天才班 两个孩子全部考上了Gifted Program 那个心理学家都给他们打很高的分 两个孩子都考到IB 就是那种很比较精英的那种学习的Program 老大刚刚高中毕业 这个进大学 他的成绩其实很高 弟兄姊妹跟我们讲 这个分数都能够到美国去读藤校的 他不要来美国 他就喜欢加拿大 我哪有没办法 在加拿大读多大 也是读最好的 加拿大排名第一的商学院 Rotman商学院 都是最好的 什么神给他真的都是最好的 在他成长的过程当中 哎呀 上帝的恩典 我们买不起钢琴 也付不起钢琴费 但是上帝居然给他们预备了一个 加拿大最出名的一个钢琴的老师 这个老师说 我不收你孩子一分钱 他说我把这个当作我的师父 我免费教你的两个儿子 你知道那个老师教的学生是在国际 小邦大赛拿第三名第四名的 世界很多的这些音乐学院的学生假期都到他家里 要让他培养他们一段时间 是这样的顶级的老师 没收过我儿子一分钱的学费 而且他自己出钱送了我们两台钢琴 是他自己出钱送给我们 我儿子的这些什么补习班这些什么 我们也没花过钱 或者花很少的钱 都是弟兄姊妹开补习学校的 或者有恩赐的弟兄姊妹 用爱心在帮助两个孩子 我们真的看见 真的是上帝在供养那个肺鸟 那个白和花 一无缺乏 两个孩子很多的祝福 今天两个孩子在教会里 特别我老儿 我老儿性情很好 他们说我老儿是叫做国民老公 他们说每个姊妹 有女儿的姊妹都想 最做女婿 真的很可爱的孩子 很有跟词 很有能力 性情很好 真的是 我就觉得 我这个做父亲 没有什么话口 就好像我来之前 我带着文远东同同查经 我们查到那个 桑尔记下 到了最后 大卫末了的话 大卫末了的话 我家在神面前并非如此 但是神却与我立永远的约 我家没那么好 我们也不见得那么 哎呀 这么这么好 但是神的恩典 确定到了我们的家 所以你看我背过头 我蒙昭这将近20年的岁月 你说从前的角度 我们都不是有钱人 我们的 就算今天的薪水 比当年已经高了很多了 但是这些年的 你说有没有缺乏 有没有艰难 有没有压力 我们什么都经历过 但是安然度过 所有的一切 我今天看着 我们的婚姻家庭 我们的两个儿子 我们的服侍 所有的一切 我都感谢神 上帝的恩典 风风足足 他真的是细使了神 所以当我们回应神的 护照的时候 我们会有各种各样的焦虑 各种各样的重担 但是神如果真的 招我们走这条路 祂就负我们完全的责任 对不起 说的有点多了 我也讲的有点太激动了 好 看看还有什么 这个问到外星文明 你们感兴趣吗 耶和华神和现代科学 所提倡的外星文明 外星科技 外星人有何关联和共性吗 首先我必须纠正 外星文明不是现代科学 所提倡的 现代科学从来没有提倡过 外星文明 这是不同的概念 所以到底存不存在 外星文明 I don't know 我只知道 我作为一个牧师 圣经说上帝造的人类 就是亚当 就是夏娃 他造了地球 造了星辰 宇宙万有 圣经没有提过外星文明 所以我只能说我不知道 上帝给我的使命 是服侍在地球上的人类文明 服侍地球人 其他的我不知道 那不是我的使命 我不知道 我无法回答 这位需要代表的 可以之后 我可以给你祷告 好 这个 对于一个在 全家都是基督徒 但只有他一个人不信 并且对基督徒很反感 对耶稣很抵触 只要提起耶稣 就跟人吵架的人 要怎么跟他传福音 就算平时聊天 聊得很好 一提到基督 就很抗拒 这就是我当年的样子 我以前就是这个样子 一点不差 所以我就觉得 我的建议是这样子的 其实给家人传福音 是最难的 因为家人太了解我们 所以我就觉得 给家人传福音 有几件事特别重要 第一呢 不要只是口传 生命的见证更重要 让我们的家人看到 我们信了耶稣以后 生命的翻转改变 我们活出不一样的爱 不一样的忍耐 不一样的怜悯 不一样的恩典 我们活出来的生命见证 要比我们嘴上讲的 更冲动他的心 另外一个就是迫切的祷告 迫切的祷告 给大家讲一个故事 希望鼓励到大家 你们知道美国有一个 叫做基督徒商人团契 你们有没有听过 白人 基督徒商人团契 当年美国基督徒商人团契的 有这个负责人 有一个弟兄 这是他讲的一个见证 他年轻的时候 是一个卖保险的业务员 他也没有多爱主 有一天 他就去卖保险 推销保险 拍门 拍门 然后就 有一个老人家 很老很老的 大概差不多八十岁的 一个老人家 就开门 开门呢 他一看 都老成这个样子了 也没有什么 买保险的必要 他就想 他就说几句客气话 就告辞要走 结果就在这个时候 他突然之间心里面 就有一个圣灵的感动 那个感动就是要他 去传福音给这个老人家 他很想走 他又没传过福音 又不知道该怎么传 可是那个感动 就非常的强烈 就让他走不了 哇 他没有办法 他就对那个老人家说 他说 请问老先生 有没有时间 让我进去 跟你聊几句重要的事情 那个老人家就请他进去 那他就想一想 牧师是怎么当年对他讲的 他就这样结结巴巴的 把福音告诉那个老人家 结果没有想到 这个老人家就讲 他说我愿意信耶稣 哇 他又难累了 那我该怎么办呢 他要信我要怎么办呢 他就想 我当年牧师是怎么带我祷告的 哇 他又这样子 还一边想一边就 结结巴巴 带着这个老人家 做一个祷告 就是这样 然后祷告完了之后 这个老人家就对他讲 说 说孩子 我可不可以 带你去见一见我妈妈 他吓得一跳 一个八十岁的老人家 带他去见他妈妈 他说大概是墙上的一幅照片 结果他就跟着他 去到旁边的一个房间 看到在一个摇摇椅上 有一个已经老到不能再老 已经不能动的一个 盖着毯子的一个老妈妈 就躺在那里 然后这个老人家 走到妈妈的旁边 就说妈妈 今天上帝派了一个仆人 来到我的家中 跟我传福音 我今天做了一个决定 我要做基督徒 我要信耶稣 然后这个时候 这个年轻人就听到了 他一生听过的 最震撼的一句话 那个老妈妈就对这个年轻人说 年轻人我谢谢你 我为我的儿子信主 已经祷告了八十年 今天神终于回应了我的祷告 八十年 上帝的恩典 在每个人身上都不一样的 上帝回应我爸爸妈妈的祷告 好快的 所以祷告了一段时间 我就经历那么多神迹 我就信主了 这个好慢的 回应等了八十年 可是恩典呢 当他还活着在世的时候 亲眼看见儿子信主 所以永远不要失了信心 不要失了信心 相信神的恩典够用 那这个呢 东方闪电 被东方闪电 或者全能神 掳去的弟兄姊妹 除了带导外 应该怎么向他们传讲父母 在你们这里多不多 东方闪电 全能神 不多 在我们那里就很多 所以我是 直接地跟全能神打过交道的 跟他们 征战过的人 那就 包括我们在国内的 我父母牧养的家庭教会 我父母也是传道人 牧养家庭教会 妈妈已经不在了 被神接走了 父亲现在还在 七十多岁还在牧养教会 他现在好像 有计划要退休了 那么当年 他们牧养的家庭教会 两次遭遇了 就是这个东方闪电的入侵 东方闪电的方法就是 就是好像叫什么 无间道 就是隐藏在 潜入到教会里面 然后呢 就暗中拉扬 把扬拉走 他们是这种做法 所以当时他们就遭遇过 两次这种事情 那么后来就 后来第二次的时候 第一次的损失就不大 很快就发现 但是第二次的那个人 最后成为了 我父母最好的朋友 一直都不知道 他就做了我父母 最好的朋友 连我妹妹出嫁 都是他的先生和我 送我妹妹过门 你就看那个关系 好到什么程度 结果到了好几年之后 才发现 他是东方闪电 他在背后就是 背着我的父母 去弟兄姊妹家里 就传讲他们的那个道理 那结果后来我的父母就被怀疑是 和异端勾结 结果就发生了教会的分裂 父母受到很深的伤害 很深的伤痕 那么我在多伦多 慕会的那一段时间 然后东方闪电就进入了多伦多 他们就在报纸上卡篇幅的大广告 一整版的广告 邀请人参加东方闪电的聚会 那我一看那个 他留的那个电话号码 因为你知道那个电话号码 中间的几位数是区号 你知道吧 就是你这一个区中间的几位数 都是一样的号码 现在手机你可能看不出来 当年的固定电话 都是这样子拍的 所以我一看他中间的几位数 我说惨了 就在我们这个区 因为当时我是在多伦多的马看 马看就是中国人最多的一个区 他就在 他跟我家的号码很接近 中间几位数是一模一样的 就是在我们那个区 所以我当时就非常地紧张 我就 因为我用国内家庭教会 我们自己教会的这些经历 所以我当时全副戒备 我就在那个教会的 Bulletin 程序单 每一次程序单背面 都有刊登一篇真理的电视 怎么变连异端 什么是真理 什么是错谬的信息 他们的教育问题在哪里 一直这样刊登 而且我在讲台上非常严厉地 就是来对 我不知道是谁 因为他们都是潜藏在教会里面 你很难发现 非常严厉地 每一次警告 警告警告 而且抓得很紧那个时候 所以我们教会 没有出事 但是另外的一间 离我们教会很近一阶之隔 就在我们南面 一阶之隔 南面的另外一间教会 而且跟我们是同一间联会的姊妹堂 就成为了重灾区 就好几位的弟兄姊妹被拉走 被拉走 那么后来就有的弟兄就家破人亡 真的是家破人亡 总之我们就讲那些细节了 很悲惨 很悲惨 但是你知道这个东西有多可怕 后来上帝就带领我离开我幕会的工厂 我就去到远东服侍 师母也离开 我们就去到我们原来的那个教会的 分堂的分堂 她去幕会 她是去那个教会做带领的牧师 我就去远东广播服侍 在我们最后还在那间教会 就要离开的最后的那个时间里面 因为我们每一个礼拜天 都会欢迎新朋友 你看你们也欢迎新朋友 对不对 我们的做法就是说 我们欢迎新朋友 聚会完了以后 我们会有迎新的同工 跟新朋友聊一聊 送他教会的资料 留下他的联系方式 我们会做这个事情 所以每一次都有固定的 一打的属灵资料 送给新朋友 结果有一次 礼拜天来的新朋友 我们送了他资料 他周间就打电话 到我们教会 他说你们教会是异端 我说我们怎么会是异端 他说你们是东方闪电 我说我们怎么称东方闪电 他说那为什么你们给我的资料里面 有一张是东方闪电的宣传单 大件事了我们 我就开始查了 是谁把资料给他的 是资料哪里来的 直到我离开那个教会 都没查出来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我也不知道到底谁是东方闪电 谁偷偷地查了进去 什么都不知道 那么后来就 我在多伦多 我们多伦多有教育同工团契 因为多伦多的华人教会 有两百多间 将近三百间华人的教会 所以我们有一个联合的 所有的福音派的 我们的传道人 有一个团契 有段时间我在团契当中 专门负责国语施工 联络所有的国语教会 在里面我是团契会的职员 所以那个时间我就在发动 因为它是这样子的 东方闪电 你们都要小心 它是流窜 它在这个教会里 它有的人专门干这个事 它来到你这个教会里拉扬 完了以后 它就到下一个教会 再拉扬 它就是不断地在教会中流窜 后来呢 我就让各个教会的这些牧师们 把已经发现了的 确定是东方闪电的人 把他的照片给我 然后呢 我再转发给其他的教会 小心 你一看到这个人 你就知道 他是东方闪电的密探 来拉洋的 把他赶走 把他留在你的教会 所以这些都是我们在多伦多 过去这些年所发生的事情 所以东方闪电 是对教会的破坏性 是相当之大的 我不相信美国没有 一定有 而且但是很多人不知道 是因为他是隐蔽的 他的广告也不会告诉你 他聚会在哪里 他只留下他的电话 你要参加打电话给他 他就宣传 那东方闪电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女基督 基督不是要再来吗 对不对 那么他说基督已经来了 上帝是很公平的 神的儿子第一次来的时候 是以一个男人的形象出现的 对不对 然后呢 他叫耶稣 然后第二次来的时候 很公平嘛 有男人应该有女嘛 所以第二次来的时候呢 是一个女人的形象来的 他生在中国的河南 然后呢 这个 为什么叫东方闪电 是因为主耶稣在马太福音 讲到那个末世的时候 闪电要从东方发出 但是他的那个意思不是说 他的意思就是说 耶稣第一次来是在西方 其实不是在西方 在东方 以色列犹太是属于东方的 不在西方 他说在西方 所以第二次就应该在东方 东方就应该是中国 所以其实那个闪电 从东方发出 它是意思是说 耶稣基督要来的时候 突然之间就来了 而且带着荣耀 向闪电一下 突然之间就降临了 所以你就发现 东方闪电是建立在 错误的解经的基础之上 为什么呢 东方闪电就这么来 闪电从东方发出 这个名字都是建立在 一个错误的解经之上 上帝从来没有说 第一次来的时候 是男的 在西方 第二次来的时候 是女的到东方 这个全是人的意思 没有圣经 任何的根据 而且圣经讲得很清楚 耶稣基督回来的时候 是怎么样的回来 荣耀的回来 对不对 天使的号角 架着天上的云降临 不是偷偷摸摸的 生在河南一个农村的 一个女孩子 偷偷摸摸的 她还要告诉你说 我来了 这根本不合圣经 如果她说她自己的信仰 是圣经的一个延续 那么你就应该符合圣经了 她所有的名字 她的这些教义 这个女人 所有的一切都不合圣经 这都不是圣经所讲的 所以这就证明 她的根基就是错的 这是出于人的 不是出于神的 所以我们现在有很多的异端邪教 包括美国特别多的 这个耶和华见证人 摩门教等等 你不需要完全地了解 她的信什么 但是你一定要找到 她里面最大的漏洞是什么 包括其他的异教 佛教 道教 伊斯兰教 你一定要找到 她最大的异教是什么 最大的漏洞是什么 然后当你去跟别人 传讲的时候 就会更有说服力了 有的信主了 家中还摆着偶像 龙像应该怎么提醒 家中偶像的问题 这个真的是很多基督徒 都会有这个问题的 所以我们都觉得 基督徒家里不会有偶像 所以有一次 当我们在传讲信息 讲到偶像信息的时候 突然师母有一个感动 然后他就在教会 就宣布说 下一个礼拜天 余牧师会丑偶像 他说弟兄姊妹 请你们 如果你们家里还有偶像的话 请你们把家里 所有的偶像 都拿到教会里来 余牧师会为你们 同意的出去 我带了一把锤子 去了教会 我没当回事 我想 大家都是成熟的基督徒 信出这么多年 哪来什么偶像 结果我一去教会 我都傻了 在讲台上堆了一堆 堆了一堆 最后我砸到一个程度 我把我的锤子都砸断了 不是物品砸断了 铁头都砸断了 你说那天多辛苦 真的基督徒家里有偶像 基督徒家里有偶像呢 我觉得有几个原因 第一 真理不清楚 他不一定真的是败偶像 他很多是过去一流的东西 信主以前特别是那些值钱的东西 那些值钱的东西 你知道很多偶像是什么 金的 玉的 黄金有价玉无价 那一块玉几十万 我跟你讲 我穿了跟丁子没开玩笑 我穿了呀 我说余牧师啊 如果心术不挣了 我可发财了 你知道我这些年 砸过的那些金的 玉的 泰国的 什么西藏的 唐卡 各种杂的 剪的不知道多少 我如果说心思意念不挣了 我把自己留着 我也发财了 我也被神咒诅了 很惨 但这个东西呢 我们要跟过去呢 一道两端 就是它是一个见证 而且确实很多偶像 它背后 偶像本身没什么 但是偶像背后 有邪灵的作用 有魔鬼的攻击 所以你要很谨慎 我真的是遇到过基督徒 原来是我都会有 给他施洗的 后来搬家去了别的城市 在别的教会聚会 我也常去那边讲到 结果有一天 他们的弟兄姊妹 跟我求救 说你知道那个谁是谁吗 原来不在 你的教会 他说突然疯了 怎么疯的 是他一直有一个偶像 放在车库里 不舍得丢 不舍得什么 然后他有一天 想要去处理它的时候 突然这边疯了 突然这边出问题了 就是那个邪灵的 那个座位 后来感谢主 祷告啊 什么 把他救回来了 所以他这个真的很真实 这个灵界的背后的东西 我跟你们讲一个真实的见证 我去救人的这个故事 应该是今年吧 应该是忘记 今年还是去年发生的事 大概就是这样 有一个家庭 开始的时候不是基督徒 这个先生呢 其实很成功 很优秀的一个专业的人士 在他这个领域当中 都是比较出名的专家了 所以家里收入很高 太太呢 就也很会投资 帮先生管钱 投资房子什么出租 然后一儿一女 你看是不是很完美的家庭 对不对 非常好啊 但是他们俩有很大的问题 夫妻之间吵了十几二十年 为什么呢 是他的太太坚定地认为 像他老公这么优秀的男人 不可能只有他这么一个女人 所以他认为他老公在外面 一定有小三 然后他认为 肯定是也生了孩子了 他的先生 无论怎么跟他发誓 无论怎么证明 他都不相信 他先生出差 他就认为 他先生去见那个女人了 家里少了钱了 他先生要用钱 他就认为 肯定是他先生拿了钱 给他外面的私生子了 虽然他二十年间 从未见过那个女人 也从未见过外面的孩子 他坚定就是这么回事 他先生无论怎么保证 他都不信 那夫妻吵得这么痛苦怎么办呢 他们就找风水师 找风水师在他们家里买风水 在多伦多呢 我不知道现在的价格了 反正以前 请风水师帮您 最少起价 五千价比一次 所以你知道 这个很不公平 他们被风水师花五千块 被他搞得很惨 找牧师救他 他很怀疑牧师不收钱 行不行 能不能搞定那个收钱呢 然后找风水师 家里买很多风水 结果更糟糕 两个人吵到最后 吵无数次 到最后就报警 一吵就报警 报警报了十一次 一吵架就警察就来 到最后的时候 那个先生实在起不过 就推了太太一把 结果警察来了 立刻把先生抓走 两个人分离 要上庭告的先生 这个在加拿大 不知道美国是不是也这样 就是对这个家庭 妇女保护什么 就家庭这种暴力 是非常看重的 有一点点 现在只要一动一下手 都是大件事 哇这个越搞越糟糕 他们就找那个 后来又去庙里 找和尚 花好多的钱 在庙里供什么牌位 就是做那些法术 就是搞这些东西 花了好多的钱 结果两个人 就是生不如死 搞到这个样子 结果他们两个人 有一个朋友是基督徒 他们朋友一看 他们那个地址 哇 他说你家就住在 于宾牧师的教会的旁边 其实应该是 温牧师模样的教会 我是立功 我是施账 就在那教会旁边 都是这样 我带你们去见于牧师 现在也只有他能帮你们了 最后就把他带到教会里面 那个师母接待了他们 后来师母听完他们的故事 跟我讲说 哎呀老公你 你真的要帮帮他们 太可怜了 这夫妻两个 哎呀我说这个女性 这个太太 是这里的问题 是这里的问题 我这个问题最难搞的 你讲不清楚的 他就是认为有 他认为有 你没法证明没有 你知道吧 就是你也没法证明 上帝不存在 除非你找遍世界 每个角落都看不到上帝 他叫上帝不存在 你怎么证明没有 哎呀 我说这个很难搞 后来我说这样 我就问那个太太 我说你是不是真的要我帮你 她说是 我真的没办法 太痛苦了 我说好 如果你要我帮你 你愿不愿意 让我去把你家里 所有的偶像 全部除掉 她说好 我愿意 我说行 我就跟师母去了 她家里 你知道我 这专业你知道吧 我专业风水师 所以我知道 什么是风水 什么不是风水 我知道这个风水师 这种情况 它会摆在什么地方 它会用什么东西 用什么方法 我就在她家里 做了一次大扫除 我走遍她家的每一个角落 收集了几大包的东西 各种各样的东西 收了一大堆 然后最后 这个太太从脖子上 拿下了一个玉的玉坠 她说这是风水师 让我花了六万加币 买的 挂在脖子上 她说请你拿去都咋掉 我说六万啊 咋了 她说咋 我说好 还有她生了水晶 你知道水晶 不是所谓开吟水晶吗 全都拿出来 哇好重啊 几袋子啊 你知道吧 后来我说好 我奉耶稣的名 把他们全部砸掉 毁掉 我说你要不要悔改 她说我悔改 我信耶稣 她说我走投无路了 只有耶稣救我 我说好 我那天给她除掉 所有的偶像 带她信主 悔改 祷告求神 洁净她 洁净她的生命 她的婚姻家庭 她住的地方 给她祷告 完了以后 师母劝勉 她就好好抓着神 追求神 结果 我就做完这件事之后 一个礼拜 刚好一个礼拜 有一天 突然之间 这个太太醒了 就好像做了一场梦一样 突然之间醒了 她就对自己说 哇 我这些年我在做上事 我为什么要毁坏 爱我自己的家庭 我的老公明明忠心耿耿 爱我爱孩子 我就为什么没有理由地怀疑了她十几二十年 去折磨她 她说我怎么会这么愚蠢去做这种事 她就跟先生道歉 两个人和好 然后就先生来我家里感谢的时候 然后先生也信主 然后太太就在去年的复活节 也受洗 然后她就在台上做见证的时候 她自己讲 她说上帝是真的 她说我这种情况 你给我找一个最好的心理医生 也不可能见效这么快 她说上帝救了我 就一下子就好了 一下子就从那里面 十几二十年解决不了的问题 把偶像除掉 后来她把从庙里面 把那个 她的庙里供的那个什么牌位都拿来 我都给她砸了 全部 我说你不要管钱了 我说和尚不可能把钱还给你的 我说你就 没了就没了 就吸取教训 把那些牌位 把全部拿回来 拿回来 我全部给她砸掉 全部毁掉 完了 一下就清醒过来 完全就好了 所以你就看到没有 这些偶像不算什么 但是偶像背后的那个灵界的力量 对人生命的那种咒促 那种捆绑 那种攻击 所以我们要特别的谨慎 我们做基督徒的 当然这些偶像的东西呢 如果你自己不知道该怎么处理 我都是建议你 如果你自己没有信心 可以 如果你没有信心的话呢 找林牧师 那林牧师就帮你们去处理偶像 就给你们炸偶像 这个也是牧师的工作之一了 不过林牧师拿一个大一点的锤子去 因为我有一个偶像的问题啊 因为我们家 就是说很多人的家庭都有神话的 像老母娘娘啊 什么那个长寿的那个仙啊 什么那个东西啊 其实都是一种神话 那些那些铸造出来的东西是神话的 那算不算偶像 那些就是所谓的 我跟你讲的仙 仙 仙其实都是偶像 你看我们中国人是不是有 俘虏兽三星 对不对 还有那些什么玉皇大帝啊 王母娘娘啊 什么兽袍啊 什么什么 其实这些东西 其实都是我们中国人的偶像 那龙这个问题是比较为一个灰色地带 首先呢我们要必须讲清楚 中国人的龙不是圣经里面讲的那个龙 这是两位事 但是我们也必须承认 中国的龙其实也是中国人的偶像 中国人是把龙当偶像来拜的 所以我们 我从来不会说我是龙的子孙 我是上帝的孩子 所以这个这些东西其实都是不荣耀神的 那现在有一个 尤其是年轻人 非常流行的 黑神话悟空 那个怎么说呢 黑神话悟空你们知道吧 现在最火的一个电脑游戏 达盖尔 那个电脑游戏 孙悟空的电脑游戏 反正我也不玩那个东西 反正我是不玩的 这些东西 这个凡事都可行 但不都有益处 不都有益处 很多东西呢 我觉得作为基督徒还是谨慎的好 远避这些不解的东西 小心一点 小心一点 你要知道魔鬼的诡计啊 它是那种无孔不入的 它是在你不知不觉当中 就渗透到你的里面给你洗脑的 你比如说不光是这个电脑的游戏 你把电脑的游戏啊 现在不光是偶像的问题 它其实有很多是杀戮 开枪打死人 我跟你讲 它这个东西它都在给你洗脑 你说年轻人天天在玩这种杀人 开枪的游戏 你说它会不会暴力 它会不会那个校园枪击 会不会受到这个问题 很有可能的 比如说我就听我儿子听到的音乐 那些年轻人听到那些英文歌 其实我的英文水平 我真的听不懂那个英文歌 它唱的是什么 后来我儿子说 我儿子我也不知道 它在唱的是什么 他觉得那个旋律好听 可是有一天 我突然听到那个旋律里面 就出来那个F words 就是F words 这个我是能听懂的吧 我说儿子他怎么里面会用F words 你看他就是隐藏在那个里面 你知道吗 他把一些这种肮脏的 污秽的男男女女的 他在你不经意当中 他就隐藏在你里面 你不经意当中 你就进来了 进来了 进来了 他就给你洗脑 今天你看那个好莱坞的电影 好莱坞的电影就告诉你 一个男人看到一个女人 我好喜欢他 我请他喝酒 喝完酒就开房间 我就睡觉了 你这种电影看得多了 你说你能吃手住圣洁吗 你不会的 因为你觉得正常了 全世界都这个样子 那你说现在的年轻人 为什么统局 为什么这种 他天天都在看这种电影 看这种电视剧 看这种小视频 都是男男女女很随便的 他都已经被洗脑 所以偶像的东西 包括这些艺术类的游戏 电影 真的圣洁 我听说 以前台湾 香港老一代的牧师 都不准 都不准弟兄姊妹去电影院 看电影的 你们以前是不是会不会这样 这个是犯罪的 当然也有点过分 但是我们现在不得不承认 很多电影 很多电视剧 视频 真的被 包括电脑游戏 真的是被魔鬼使用 这种音乐 都是可以被魔鬼渗透使用 来给我们洗脑的 所以 我很难说什么可以 什么不可以 我只能说要很谨慎 很谨慎 保护我们自己 也保护我们的孩子 愿必使害 好 好不好 我想大概都是这样 好不好 好 欧相公 你刚才分享到 关于神队的副招 我有一个很深的感觉 是你刚才讲错 神队的副招 抖都抖不了 真的 有一些都是错误了 自己以为是神副招 我看了太多了 我可能是有五十多年六十年的基督徒 我也看了很多 真的不确定神所副招女的 我看他们很痛苦 当然没办法跑这头路了 神副招的应该是亲生的 你的担子对不对 那你刚才讲到说 做了传道人之后 都说这一端有的孩子很尽难 这个艰难都是神操练的 还有都是可以失恋你的信息的 这个是很好的 所以我觉得 但是神对你副招 逃都逃不了 我刚才信主 哇 那个佛在我里面 难得笑 我也很清楚神副招我 但是我要养驾 我们都是没有很好的很高的职业 赚很多钱 我需要我两个人来养驾 那一个姐妹跟我讲 如果神副招你 你现在的放下一切 我说并不是我 如果不是神副招 那我怎么办呢 错误啊 我就背负很多的疾难了 那我现在感觉到 我回到过去 原来神的副招 不是你一定是做 full time 传实验传道的人 你知道吗 我相信每一个西路徒 神的副招 不一定是你要做 full time 传道的人 传实验啊 祷告啊 每一个光位 我相信是神副招 我现在活的都是 我上次二岁 新主了 我现在是七十七岁了 我待我再看回头 我现在紧了 明白了 那神 原来没有叫我付他 全时间侍奉他 神另外一个纲位 给我 我现在站在一个侍奉的纲位里面 我现在才给他 神就是付照我做这样的工作的 是的 彼得前书二章九节 彼得对我们讲说 唯有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 是圣洁的国度 是有君尊的祭司 是属神的子民 要叫我们宣扬 招我们出黑暗 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这就是对所有基督徒的呼召 其实我们所有的基督徒 都被呼召去做神的祭司 君尊的祭司 要做君尊的祭司 祭司是什么 就是站在神和人中间 把上帝的恩典 救恩带到人生命中 把人的需要 把人向神的敬拜 带到神的面前 所以我们应该成为 人跟神之间的一个桥梁 所以所有的基督徒 都应该侍奉神 都应该做君尊的祭司 然后在这些所有的基督徒当中 上帝又呼召一些人出来 专职的侍奉神 当然专职的侍奉 其实也有各种不同的侍奉 比如说我在教壁里牧养 我出去做宣教士 我在机构里面服侍 或者我在别的方面 有神特殊的照命 最重要的就是搞清楚 神的旨意到底是什么 搞清楚以后呢 我们就去谨所尊心 好 专神赐福大家